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矩阵的乘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矩阵乘法的定义 假设矩阵A是一个M行N列的矩阵 矩阵B是一个N行P列的矩阵 那么矩阵AB的乘级就由C来表示 则C是一个M行P列的矩阵 其中结果C的DIJ个元素的值 等于A的DI个行向量 与B的DJ个列向量的点击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矩阵A的列数 必须与矩阵B的行数相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计算矩阵AB的乘级 也就是说矩阵A行向量的帷数 必须与矩阵B列向量的帷数相同 如果帷数不同 那么我们的计算规则就无法适用 那么这两个向量也就无法计算出乘级的结果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况 假设这里有两个矩阵 矩阵A是一个两行两列的矩阵 矩阵B是一个三行两列的矩阵 因为矩阵A中的行向量的帷数为2 而B中的列向量的帷数为3 由于结果C的元素 是两个向量的行向量和列向量的点极 矩阵A中第一个行向量为15 矩阵B中第一个列向量为21-3 它们的维度不相同 我们就无法使用向量的点极来计算 因此这两个矩阵是无法相绳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矩阵A是一个两行三列的矩阵 矩阵B是一个三行三列的矩阵 矩阵A的列数等于矩阵B的行数 因此满足我们矩阵审法的运算规则 因此矩阵AB的层级就为 它们对应的行向量与列向量的点极 比如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行向量-1 5 4 神以列向量 2 0-1 就为它们结果的第一行一列的元素 -1 5 5-4 神以2 0 5-1 5-1 结果矩阵的第一行第二列的元素 就等于 矩阵A 第一行 矩阵B 第二列的向量的点极 同理 结果矩阵的第一行第三列的元素 就为矩阵A 第一行 矩阵B 第三列的向量的点极 最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 AB矩阵乘法的结果矩阵的 每一个元素对应的值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是无法计算出矩阵B 神以矩阵A的层级 因为矩阵B的列数与矩阵A的行数 是不相等的 那么由此 我们也可以推道出 矩阵的惩罚 是不满足惩罚交换率的 虽然矩阵的惩罚不满足惩罚交换率 但是矩阵的惩罚交换率 但是矩阵的惩罚是满足结合率的 我们可以看到 矩阵A 神以矩阵B加C 那么它就等于 矩阵AB的乘级加上矩阵B加上矩阵AC的乘级 矩阵AB的乘级与矩阵C的乘级就等于矩阵A与矩阵BC的乘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向量矩阵的乘法 向量矩阵的乘法 顾名思义 就是向量矩阵 与矩阵相成 在之前我们谈到 我们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表示矩阵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向量来与矩阵进行惩罚运算 同样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矩阵来乘以一个向量 只要满足矩阵的惩罚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使用矩阵乘以向量 或者向量乘以矩阵 向量矩阵的乘法 在3D的编程当中衍生了两个流派 一个就是OpenGL使用的方式 我称之为左层 惯用方式 意思就是矩阵在左边 向量在右边 还有一种就是低差使用的方式 我称之为右闪 惯用方式 意思就是矩阵在右边 向量在左边 之所以谈到这两个方式 是因为在开发当中 这两个方式就决定了我们的矩阵乘法的变换的方式 也决定了我们的矩阵表示的方式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在下一节课程当中 我会为大家讲解到 什么是转置矩阵 什么是单位矩阵 以及力矩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